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就會教大家同學,攝衫 首先,你可以先攝前面或後面 因為我多數都是先攝前面 然後再攝後面 之後,旁邊還有一點點未攝,你就攝上它了 再攝上這邊 這樣就完成了 首先,你可以先攝前面或後面 然後再攝後面 之後,再攝後面 之後,旁邊還有一點點未攝,你就攝上它了 但其實,我還有一點點不整齊的 因為,你看看,凸出來 我教你一個好方法 就是,你穿了件衫,垂直絲衫 然後,再穿一條褲 這樣就不會像我現在,都凸出來的了 各位同學,大家都知道 摺衫是一樣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做一個得相仔 當然要懂得容易整結 大家看看,這套衫是不是很暖呢 如果就這樣放在床上 如果每個人都是這樣 每一間房子都會很暖呢 我首先就摺了一條褲 因為現在是冬季 所以我就摺一條長褲 首先,對一對摺 各位同學,見不見到我買平的 然後,將它放上桌 再摺過來這邊 就想大家再摺 我首先就摺了一條褲 對一對摺 各位同學,見不見到我買平的 再摺到这边 再摺多一边 扣成这样 然后放上桌子 两边摺一摺 对摺过来这边 然后再摺 然后再摺多一摺 至于这件的衣服 各位都会穿下衣服 那我就放在桌子上 跟刚刚三个的摺法一样 然后再摺多一摺 至于这件衣服 我想现在天气这么冷 各位都会穿下衣服 那我就放在桌子上 跟刚刚三个摺法一样 不过这件衣服就要明明一点 就容易一点摺 摺完啦 多谢大家 两边摺一摺 两边摺一摺 对摺过来这边 然后再摺 然后再摺多一次 今天我会和大家摺下季运动服 今天我会和大家摺下季运动服 首先摺了一件衣服 先把它这样对摺 之后摺回来 后面再摺回来 然后再摺回来 二人以后再摺回来 一件衣服 然后再摺回来 到衣服 对摺回来 然后再摺回来 再摺回来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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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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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怎样可以做一个易用整体的德顺仔 我相信大家都挂过衣服 因为各位会在家里面帮爸爸妈妈做家务 挂衣服、摺衣服、浪衣等等 现在我就示范一次怎样挂衣服 首先我拿着这件的校服 把衣架放过来这边 再放过来这边 大家不要以为这就完成了 因为如果就是这样做 挂在厕缩上很容易会脱 所以我们要在上面扣一颗扭 各位就完成了 是不是又快又好呢 至于这条裤 我就首先将它的摺痕 摺回一摺 整直它 然后用衣架挂过去 各位就完成了 首先我拿着这件的校服 首先我拿着这件的校服 将衣架放过来这边 再放过来这边 扣回一颗扭 好 至于这条裤 我就首先将它的摺痕 摺回一摺 整直它 然后用衣架 挂过去 然后用衣架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可以两件衣服 只用一个衣架 将衣服拆出来 然后将裤子 放好的衣架 放入衣架 同样 然后 然后 再在衣衣上 扣一个扭 那便完成了 多谢各位